大家好 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一 我们继续复盘热门的标的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感谢您成为赞助会员 我们先看一条消息面 说经济衰退迫在眉睫 但美股看涨呼声仍高 那么有些专家正在分析原因 我们了解一下 尽管华尔街敲响了美国经济衰退即将到来的警钟 但一些专家仍认为有理由对美国股市持乐观态度 通胀降温及失业率低企等 被视为可能提振消费需求 并帮助提振投资者信心的一些因素 包括沃顿商局院教授Jeremy和汇丰银行的 Max在内的市场专家表示 投资者极度悲观的情绪 本身表明经济风险已基本被消化 并指出美股有可能反弹 然而今年美国股市的开局似乎更加稳健 这为更为乐观的预测提供了一定的可信度 以下是顶级市场分析师对二三年美股潜在上行空间的看法以及原因 沃顿商学院教授Jeremy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悲观情绪 从未有过60%的经济学家都在预测经济衰退 当所有人都站在一边时 我变得非常警惕 我认为2023年可能会有一些真正的惊喜 我预测是美股上涨15% 信不信有你 我认为上半年的反弹可能会出乎人们的意料 因为市场非常具有前瞻性 我觉得他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们不能全信 我之前也是感觉从K线 从情绪这两个角度也是感觉是不是过于的悲观了 不过呢 我本身就是K线为主 这个言论什么的都不是特别重要 好 我们看下一个人 他说市场研究公司的总裁叫伊蒂亚登尼 他说 我认为我们在去年10月12号创下了市场的低点 我认为这是熊市的结束 我认为我们又回到了牛市 虽然不是直线上升 波动很大 但我认为市场正在告诉我们世界经济正在改善 他的观点是基于能源价格下跌和中国重新开放等因素 这些因素可能会提振股市 多头肯定愿意听到这样的话 但是他也没说是直接像是 这观点倒跟我有点像 我们说大牛市肯定现在还不敢输 但现在可以看一些多头的小波段 然后空头的波段也比较明显 做一些震荡的一些行情 对吧 另外一个人叫Tom 他说 我们的研究表明 2023年股市涨幅超过20%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背道而驰 当前人们的共识是 市场将在2023年上半年出现大幅下跌 随后仅在下半年出现反弹 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标普白指数今年将上涨23% 年底目标将达到4750点 不知道怎么研究的 反正我是觉得我不敢 我就是不敢信 这个这么大的目标 另外一个主管叫Rick 他说谈起美股 美股今年的走势时 他指出今年股市可能会产生8%到9%的正回报率 尽管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给股市带来波动 这将是不稳定的 但你可以从优质资产中获得6%的收益 那就是涅槃 我认为这个还比较重肯 就是今年的市场可能波动性还是比较大 但是空头的力度可能会比过去那一年要弱势一些 另外一个人叫Berry 他表示2023年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半年 市场将在夏季见顶 经济衰退的风险在今年下半年上升 通胀可能会在2023年底回升 导致美联储重新收紧金融环境 那他这个预期的这个情形啊就更复杂了 他预测2023年上半年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价为4300点 标志的股市叫当前水平要上涨10% 主要受美联储暂停加息 以及最终避免衰退的推动 另外一个汇丰银行的人叫Max 他说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华尔街目前对股市的悲观共识 他表示我们要说的是在这种共识如此集中的背景下缺乏下行的催化剂 缺乏下行的意外 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上涨 我想我要说的一点是我们也并非超级看涨 他补充说只是在如此极端悲观的背景下你不需要太多的正面惊喜就能真正推动 风险资产走高 啥意思 逆向思维 他这个人是逆向思维 对吧 当然这种都是主观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好在我们还是以K线图为主 好 这就是几个人的观点 大家觉得有没有一些道理 当我看到这些观点的时候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看的熊市 包括我在内 那后续熊市能不能继续走 当然也是我关注的一个要点了 所以在我看到这些新的观点的时候 我并不是第一时间去反驳他 而是看看他这种可能性会不会有 我思考一下 好像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一思考一下 逆向思维是不是更容易获胜 等等一些思考 我是觉得对他逻辑上的一个思考 对他认知上的一个重新的认识 比我去 比某些网友去直接反驳这些观点要有价值 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应该去思考 他在说什么 而不应该去反驳他说的东西 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尽管市场涨和跌 谁都不能确定 没有人能确定 所以大家更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状态 你不要有什么信仰 多头牛市的时候 到顶点来 还有人信仰长池 那到空头可能的转折点的时候 他要信仰看空 这不开玩笑的吗 当然后续我也不敢确定 是不是继续走熊市 我只能说 市场的观点肯定不都是一致的 这种可能性都是要考虑的 那么今天是周一 股指期货方面 其实就是微微的波动了 我这里就不再跟进了 没有什么动静 我们在周二的盘前再去看 大盘股指期货和外汇啊 这个这个原油和黄金的一个表现 我们继续分析一些热门的标的哈 我们看一下微软 那么周六周日的两期节目四期节目呢 大家可以去看哈 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啊 欢迎大家来共同探讨 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一些东西啊 至于看涨看跌 那我们最终还是以K线图为标准了 我们看一下微软的表现 那么微软呢 属于科技类的龙头 我们确实感受到 它是不断的震荡下行 按照我们的大的逻辑呢 是要假设它继续震荡下行的概率会偏高 但是哈 我们也不是傻子 我们也是灵动的 什么叫灵动呢 大家看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近期的波段的地点 那么上周 包括上上周这里 形成了一个更高的地点 而且呢 我们发现啊 它在猛烈的反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预期 它继续往上弹一弹 这是一个基本的局部多头的一个小多头 对不对 它确实也没有进入到牛市的啊 科技股 这个这个图是科技股 它确实也没有进入到右侧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啊 它的这种反弹呢 实际上对我们的大盘也好 也是一个正向的推动作用 是吧 它现在好像也没有往下 给出强劲阴线的一个表现 因此呢 我们应该假设它有可能再去测试一下这个横向的阻力区 甚至是更上方这根大型的下跌趋势线 我相信啊 即便是空头 大空 即便是那些具有空头思维的人啊 包括我在内 也会观察在大型下跌趋势线 大型的下跌趋势线附近再次 测试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阴线过强 那我就明白了 这科技股还是上不去 对吧 我们看一下周线 对吧 那如果你看周线的话 确实啊 上周 非常的强势啊 今天是周一 上周呢 这根阳线非常的强 他看他有没有可能在方上谈一谈 对不对 这是一般人都会有的一个想法 对于科技类的 确实没有进入到可能的牛市呢 对吧 所以我们也没有说 所有的股票都进入到牛市 我们说科技龙头类的 拖累了大盘的表现 但是有相当多的公司的股票 确实是在右侧 创更高的高点 和更高的低点了 也就是震荡上行的 甚至一些 比如说半导体领域 是不是震荡上行的 注意市场是分化的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一致 大家一定要认知到这一点 你就知道 所谓熊市和牛市 其实它是一个混乱啊 或者混沌的概念 你还是要分开来看这些不同的图 这是微软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那即便是没有进入到 市场整体没有进入到牛市啊 但从上周的表现来说 也是一个多头在反弹 是吧 所以我们做波段化处理的这种多头 是符合市场运动的一个规律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辉瑞PFE的周线图 我们看一眼 辉瑞这个周线图 你看 他也是洗了一个大盘 然后呢 突破 回踩 是吧 那这是啥呀 至少原来的空头 他没有继续创新低啊 他相反的 他对这个典型的下跌趋线 有了一个向上的突破的一个表现 那么第一轮的突破 然后进行波段化处理就结束了 对吧 你看他没有走熊市吧 就在最近的几周 没有啊 再砸破这个趋线嘛 那接下来我们对这个图就要观察 观察在本周能不能在这指跌 那如果能指跌的话 表明啊 他有可能继续再去测试一下 这一轮上涨波段的一个高点 对吧 那如果跌回来的话 我们要看能不能在最低点之上止住 再止住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一轮震荡的多头 那 那如果市场 大部分图都开始震荡了 那就已经表明空头的熊市啊 强劲的大熊市已经变弱了 已经开始变成横向了 是吧 所以届时呢 东方双方都是可以做的 多头可以逢低做多 逢高卖出 那么空头可以逢高做空 逢低卖出 是吧 是吧 这就是这个基本的逻辑 我们看一下这日线 那这个图的日线图呢 实际上在这根下跌圈附近 还有一点点止跌这种感觉 但是按照我们的交易逻辑呢 我们在这画一个下跌趋势线 然后等待这个右侧 创更高的高点的时候 再做一个多头 再去测试54块9毛3 这个高点 那现在呢 还没有止跌的 就是说没有右侧点位吧 我们应该继续等待吧 那有一部分激进的多头呢 他会觉得啊 这个是下跌趋势线也是有效的 我就直接进了 虽然不是你我 但是有人啊 你看这两根阳线 包括这根下跌趋势 就是桌头在这等着抄底呢 他呢 其实就是用盈亏比的思路来做啊 那么跌破这个低点 他就止损了 不跌破 他就去博弈这么大的空间 是不是 我们右侧交易者呢 没有去博弃第一点面 而是等待一个次高点 再去做的 是吧 好 这就是辉瑞 你看辉瑞是不是也没有持续的震荡下行 而是有点震荡上行了 是吧 对不起 这不就是分化了吗 我们看一下META的周线图 META 大家睁大我们的眼睛看一看 我把这线扇一个 太多了 大家看到什么 这根陡峭的趋势线 有被向上突破的这个迹象 不叫迹象了 都已经两周了 是吧 都已经两周了 那这叫啥呀 这叫多头 开始尝试进入到一种 可能的一个波段范围里 是吧 他不再沿着这根陡峭的下跌趋势线再做了 相反呢 他尝试去逆转这个下跌趋势线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不能完全看前空了 看看是不是要开始双向运动了 对吧 哎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所谓的熊市不那么熊了吗 或者说牛市有一点点小迹象了啊 我可没有说大牛市呢 所以有一部分情绪化的这个粉丝呢 他就是听不懂 又颠覆他的认知了 怎么刚熊市了 他就又开始进入到牛 弱势熊市或者是开始震荡行情了呢 那是你啊 那是你 熊市各国已经跌了两年了 有很多国 你刚两年刚刚开始反映出 哎 那当我开始不再那么看熊的时候 看一些双边运动的时候 双向震荡的时候 你又开始觉得 哎呀我这不是还是熊市吗 你看这个多滞后 对吧 他从来没有思考过 他为什么会这么滞后 这也许就是 所有的啊 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民 民粹主义的表现的一个根源啊 他们不具备那样的超前的认知啊 对吧 不是不是说我有 但是我确实领先了吗 我不是说接下来一定会走强劲牛市 至少这冒上去 我们应该敏感一下吧 警惕一下 哎 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专家也是说 哎 有一些图在破位啊 对空头典型的下距去上 有一个向上的破位 那是不是要关注一下了 哎 这就是微小的信号已经开始显现了 至于是否走强劲牛市 那不是现在要考虑的事 要看一看回落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之前我们对回落的情况 还要再观察 是不是还要再去创新低呢 也有一些图底下有底了 对吧 但又也有一些图 没有创更低的点位 而是 而是这个 呃 创了一个更高的低点 对不对 所以市场是分化的 所以你秉持着同样一种观点 对所有的标的 是不是 不是特别客观 所以我这个 对每一个标的有不同的分析 是比较符合客观规律的哈 有一部分人 他就抱持一个标的 看着一个标的的方向 比如说一个大盘 他就认为所有的都是那样的 这不是什么呢 这不是不客宽吗 所以对于这个图来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他有这种向上的迹象了 对吧 他有这种向上的迹象 这周线图 已经两周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这个图之前 我们见到过这种上拉的图吗 见到过也很多 比如说我把这趋势线 往这调一调 下这趋势线 然后哎 横排往上走了吧 再删一根吧 谁呀 奈飞不都是这种 不断震荡上行吗 那这已经不是强劲熊式了 至少呢 有一些多头的机会 再做了多头 对不对 这是Meta 这龙头股 相对的龙头股 是吧 他都已经出现这种迹象了 你还能那么看熊吗 不能那么看熊了 要看小熊了 是不是 至于大盘倒怎么样 我们刚才说过 大盘只表明一个角度而已 其他各国有的不同行业 它其实都已经长得很高 甚至都没怎么跌 一定要注意分化 好 我们看一下能源指数 那能源指数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直都没怎么跌的图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周线图 我们说不能做空 有多少人听了 听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因为他们没走强熊 连小熊都没走 他只不过是一个多头不断的回撤 现在又要再去测试 93块7这个高点 我觉得 在日线图上 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上行 是吧 但这个图 我们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 如果你要想去做多 你的止损就沿着这个趋势线去做 也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涨多高 一旦破位 往下破位了 你就离场了 如果不想做也无所谓 反正近期波幅比较窄 就几块钱的波动 那么能不能突破上去 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是能源指数的问题 好 那目前还是维持这样的思路 但是看当前这个K线这么强势 还是有可能再去测试一下高点 但追高的话就有点不好了 好吧 这是能源指数 大家看 能源指数是熊市吗 它不是 近期它不是熊市 好吗 那之前你那么斩定铁铁铁铁 说熊市 那我还喊了两年了呢 那个个股 有些个股 它不时过境迁了吗 你刚刚反映到 还要继续看熊市 并不代表别人要跟你完全一样 你要反映出来 反映过来 而且两年了 谁知道一年半年 再过半年 或者几个月 会是怎么样 或许有些股还要继续走熊市 但有些股 它就不走 你看这个图它就没走 是吧 还有一些股 消费股 它就也没怎么跌 还有一秒股 是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 分清不同的股 再说 没办法统一了 我觉得现在 百花齐放 有的是走下坡路 有的是横盘 有的是上坡路 是吧 有的那个低价股 也非常的诱人 是不是 说莫多姐能不能恢复 咱也不知道 我们只能说 他有那个苗头了 我们有一期 上周末有一期节目 看到了那个ARKK 有向上帽尖的一个 小K线出现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 他有可能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说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阳线 去逆转 这一根大型下跌区线 大家觉得应不应该提高警惕 谁更应该提高警惕 空头应该更 应该注意 注意这一点 破位了 按照空头的思路 这是不是离场点位 你管他后边 这还是长的 他只要破位的话 开始减仓了 都一定要 空头开始离场了 对不 空头 比如说 你在最高位 坐在空上 这先破位了 应该怎么办 减仓或者离场 是不是这道理 那多头应该开始注意 看这是不是要止跌 看是不是要回撤 再止个跌 我要开始尝试做多了 这就是一种感觉 这就是做客线图 很多人还在抱持着 还要跌呢 不是 他跌不跌 你看到这根阳线了 这根阳线意味着 他有一部分资金在这弄 往上弄 他再跌回去 我们再止损不就行了 是吧 你现在你更不应该去 预估他往下跌 是不是 因为他真的想跌的话 他不弄上去 理论上是这样的 这是一根大周线 大K线 大阳线 一定要适时的调整思路 而不是 过了回来马月了 才调整 然后我们又开始调整了 你又之后了 半年一年的 那你总是跟我们对手排 这市场里总要 至少有两方 一个看多 一个看空的 他们俩呢 其实就是时间节奏上错位的 对吧 你要是看多头呢 你必须得抓着多头的时间点和点位 你要是空头呢 你必须得抓到空头的时间点 和一些重要的点位 你不要混乱 不要正好相反 拧巴着 或者处于中间状态也不行 你处于相对中间状态的话 你还是之后半年 之后一年的 反正我也不敢确定 现在是不是牛市 但是 这根阳线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 空头要开始注意了 它有一点破位 对吧 下跌去现在被向上破位了 是吧 还要不要完全都看一样的 这个想法 所有的图都一样 怎么可能都一样呢 我们看一下生物科技指数 这个图是不是要看涨了呀 周线图 答案是 是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发现收敛的形态被向上突破了 这是周线图 是吧 那这样的话 看涨的概率会略高一点吧 对不对 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看多的一个指数 是吧 空头突破回踩 踩不下去 而且呢 我们又画了一个收敛的形态 收敛的形态又往上破了 你说这是牛市还是熊市 生活技术 他不敢说是牛市 也不敢说是熊市 至少不是大熊了 小熊是不是呢 还不清楚 对吧 小熊小牛啊 有可能是震荡 也有可能 对吧 这就是我们对市场的一个观察 各个行业 有相当多的行业都出现这种情况 你都不应该过于的悲观了 对于股市 科技类的 你可以适当悲观 但是其他的图都已经在反弹了 那这个图呢 多头应该画好一个趋势线 那你做空标普生物科技 那个你就要注意了 你怎么做的啊 正好相反的方向 往下的 你就要看空哈 那个图 对吧 这是做多的 往上涨就做多 好 我们的思维啊 一定要适应不同的图 而不能完全统一啊 不能完全统一 大牛市的 大牛市的时候 只有一段时间 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是共振的 都在涨 但是啊 个股比大盘要提前一年 要下跌的 我们看一下CRM no 对吧 去年是 去年前年啊 年底就开始了 对吧 帮下跌 大家看 这根下跌出现周线图 是不是有点小冒尖 那这种冒尖呢 实际上也有假突破的情形 啊 但是呢 我们啊 只能说空头 要开始提高警惕 多头要看看 能不能给个右侧 更高的点位再去做 是吧 这是我们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号 哎 有点冒尖了 这个信号 而不是说一定会进入到大牛市 谁这么说来的 没有啊 我们还说过底下有底的情形呢 对不对 就告诫右侧交易者 右侧抄底的交易者 也要注意止损的问题 对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确实有点冒上冒上冒的意思啊 周线会更明显一点啊 那这个图呢 啊 我们可以画一个多头小区的线 看看能不能往上走一走 再走一截不就是相当于突破上去了吗 突破之后紧接着要等待回落止跌的一个情况 是吧 所以右侧交易者还没进场的啊 对这个图来说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未来汽车 那未来汽车 大家看看最高那 我们说56块钱就跑 60 60一代就就开始跑 有多少人听来着 已经两年了啊 两年前的顶 对吧 嗯 好 那这个图应该做多吗 理论上是应该做多啊 因为他拒绝创新低啊 而且上周上上周都是阳线啊 那这样的话 就应该继续往上拉升 至少去测试中间这个颈线啊 换一下 至少去测试这 就这个高点了 对不对 因为多头在这尝试过一次吗 那这次要再次尝试一下 然后呢 如果突破上去 第一点位呢 就去测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对不对 有40%50%的一个空间 理论上是这么去看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交易者 实际上他就是 在这里画好一个多头趋势线去看 能不能去测试这个高点 对不对 这就是多头的一个视野 大家看这日线都是金叉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波音 均不见波音 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吗 我们之前记得 我们发现了很多图是W底 然后呢 观察颈线指跌的情况 然后呢 走一个等距离位 大家看 这根下跌趋势线 是不是被突破上去了 那接下来 是不是要看他 回落指跌的一个情况了 这就是多头回归的一些迹象啊 但是多头到底多强 因果而异 是不是 有的人还看空的 你看不到这些已经上去了吗 对吧 有些图 已经在上了 说明市场已经开始有超前的了啊 好 这是今天第一期节目啊 非常的重要 大家思维要打开一些 也不要说所有的图都是一个方向 这也不现实 是吧 我们也不能说绝对的熊市 或绝对的牛市了 现在 好吗